该死 该死 祖母神该死 也该死 宁子 你终于醒了 爸 别动别动 先躺着 你睡了整整五天 都快急死我了 得亏灵犀大师救了你啊 灵犀大师 谢谢 现在谢我还太早了 你身上的恶灵 可并没有去除 恶灵 没错 说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叫苏宁 爷爷是个杀猪将 杀了一辈子猪 那去把香点上 每次杀猪前 都需点完神香 如问神相灭 则代表诸魂有神 乃是天上灵关转世 万万杀不得 灵犬 没事没事 没走稳 那这个怎么办 再点一次 算了吧 都快烧完了 也没见熄火 应该是没问题 爷爷 看啥呢 走吧走吧 回家让你奶 把猪头给卤了 今晚就吃你最爱的猪头肉 这一会儿 爷爷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无比诡异地 吊死在了村口的老怀树下 给爷爷守灵的那天晚上 发生了件奇怪的事 似乎看到了灵关的魂魄 回来找我寻仇 吓晕了过去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世间繁物皆有命数 我就不该接这单生意 灵犀大师 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宁子呀 他身上的恶灵 只有一个办法驱逐 那就是三年内 积累实践大功德 来感化恶灵 否则 那什么才算大功德 能救人性命的 便是大功德 佛经不是有云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吗 您的意思是 我得去救十个人的命才行 灵犀大师 我家宁子只是个普通孩子 又怎么去救别人性命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苏同院花一百万 请我出手 只说救醒他弟弟 可没要我驱逐恶灵 可是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喂 七岁那年 我妈认识了一个有钱男人 和我爸离了婚 还带走了大我三岁的姐姐 苏同院 十一年来 他们从未回来找过我 同院出的这些钱 是他们欠你的 别想太多 先把你身上的恶灵除掉 保住性命才是大事 算你走运 苏同院打了个电话 询问你的情况 又跟我做了笔交易 你跟着我回京都吧 啊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 当然愿意啊 姐姐 跟你做了什么交易啊 我想要一件东西 而那东西 正好在苏同院手里 好 我跟你去 这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吗 真豪华呀 你在二楼 自己随便挑一件住就行 缺什么东西 列张单子给我 我找人送来 饿了自己想办法哈 不行就多喝点水 啥 我 我不会做饭 也没请阿姨 我要么出去吃 要么吃零食 不说这个了 你身上的恶灵 每三天就会发作一次 时间在午夜零点 到时 我得帮你压制住它 所以你千万别乱跑 那我们现在这种状况 算同居吗 是啊 开心吗 在外人面前 你就喊我师父 孙夏礼 怎么称呼都行 好的 师父 我生于一个灵气复苏的时代 万物皆有 人类和动植物都可获得 前所未有的能力 昆仑逆天改命 印踪武力观人 玄门先天八卦 扶门港怀事 盗门关心抚魔 紫薇及运毒人 天命 终收随命的血 一股沉睡已久的古老力量 也在耳中悄然苏醒 越想越委屈 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啊 饿哭了 我帮你点了外卖 马上就到 没有没有 你不是说吃饭自己想办法吗 怎么还帮我点了外卖啊 我在家自然不会饿着你 不在家的时候 就得靠你自己想办法咯 师傅 你对我真好 怎么又哭啊 外卖还得等一会儿 无聊的话 你就自己玩会电脑吧 电脑 好久没当秋秋了 也不知道 以前的同学现在怎么样 莫凡 说起来这家伙 好像高中就会进都了 晚安 大哥 你别吓我 你小点声 我没吓你 我是真休学了 现在也在京都 什么情况 下学系就高考了 你这是不打算考大学了 性命有关 没办法呀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说出来你也不信 您子 咱俩的关系 你还有必要瞒着我吗 说出来 我帮你一起想办法吧 嗯 我 我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 喂 孟凡 鸣子 你说的我姓 啊 你以前不是科学少年吗 怎么现在 凡凡 吃饭了 来了 鸣子 我奶孩我吃饭了 晚上我再告诉你 我最近遇到的怪事 可玄乎了 难道孟凡也遇上 这种怪事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 要去趟市里 你要是也想去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 好的 对了师父 遇上过我这种事情的人多吗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你如果不是圈子里的 平时的确很难接触的 原来如此啊 吃完记得收拾干净 我先去休息了 等了你大半个小时 你再不出现 我都要睡着了 行了行了 赶紧说吧 你也知道 我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 去江夏市读书 和你重为同学 主要是因为我爸妈 在那边做水产生意 去年我家京都的老房子拆迁 我爸就用拆迁款 置办了一栋小别墅 就在我住进新家的第一晚 大概夜里十二点多 我被一阵马叫声给吵醒了 马叫声 京都这种大城市 哪里来的马 别打岔 继续听我说 是我以为是自己换听了 就没多想 隐蔽着自己去睡 但到了第二天晚上 还是那个时间 马叫声和马蹄声又出现了 甚至比第一晚更加疯狂 是不是叔叔跟阿姨 在看电视啊 我第二天问了 并不是 那晚我用一夜未眠 三天晚上 我没敢睡在房间 而是躺在了客厅里 等到了十二点的时候 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 客厅都飘满了 白夜 马叫声从鹰雾中传出 伴随着阵阵马蹄 被医生的好自践踏在我的胸壳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那你爸妈呢 他们也睡在别墅里 难道就一点没察觉 所以我才说这事诡异啊 我爸妈啥感觉都没有 偏偏到我这儿就各种悬祸 难不成 孟凡和我一样 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 对了 你明天有空吗 南大街那边 新开了一家火锅店 味道不错 咱们见面了 吃饭我请 好 不见不散 明天吃火锅咯 您子 您子 爷爷 您子 来吃火锅头啊 又做噩梦了吗 你大早就鬼哭牢嚎的 让师父操心了 你今天是要去南大街那边 见朋友吧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你命宫有黄气涌出 这是朋友相会的征兆 你现在左脚指向南方 左脚为出 右脚为归 寓意你今天要去的方向 在南方 京都的南方 肯定就是南大街那一块了 哇 师父你也太牛了吧 简直跟神仙一样 雕虫小技罢了 一面向算命只能是小道 哪能和神仙相比 更何况我本来就是吃这一行饭的 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又如何对得起天灵师三个字 师父 什么是天灵师啊 你这不应该叫算命师吗 算命师是算命师 天灵师是天灵师 这是两个职业 算命师的看家本领 是帮人算命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而我们灵师 是其算命 风水 珠邪 改命为一身的特殊职业 灵师有四个等级划分 从低到高 分别为黄灵师 地灵师 玄灵师 天灵师 你师父我就是天灵师 而整个华夏的天灵师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个 师父 你这不是一般的牛啊 不然呢 你以为苏同渊为什么要花一百万请我救你 对了师父 我那个朋友最近遇到点怪事 您能不能帮着看看 说说吧 什么事 他是我初中的死党 最近搬进了新房子里 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都感觉有一群马在他身上狂飙 就这 都用不着我出卖 你自己过去就行 啊 可我什么都不会啊 别急 为师这就教你一招 名字啊 好久不见 这么长时间不见 看你瘦了不少啊 进度的伙食不好 别提了 先坐下吧 唉 这段时间都愁死我了 我一下子瘦了十多斤啊 没事 待会儿 带我去你家的新别墅一趟 我帮你解决那乱七八糟的马轿伤 大哥 你别逗我啊 逗个屁 你那些东西有些邪门的 要是不帮你解决掉 最多再有半年 你爸妈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你真没开玩笑 唉 为了帮你 我可是答应我师父 包下整栋别墅的家务一个礼拜呢 你师父 你师父是 天灵师灵犀 是个很厉害的漂亮大姐姐哦 灵犀 你师父就是那个天灵师灵犀 小点声 你认识她啊 我在京都谁不认识你师父呀 火锅改天再吃 现在就去我家吧 伯母 您好好回忆一下 这别墅最近除了你们一家人外 还有什么人来过没 这别墅是新建的 除了我们一家子 最近应该就只有那些装修师父来过了 那群师父里 有没有人和你们产生过矛盾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木匠 一定是那个木匠 伯母 您别急 慢慢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别墅建完后 我请了专门的木匠来打造家具 其他人都还好 只有那个木匠 偷工减料不说 还随便修改图纸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闹得很不愉快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儿了 那人做工时动了手脚 在你家放了脏东西 明明是他不守规矩在先 还有脸在我家做手脚 这人必遭天谴 天大雷劈不得好死 没关系伯母 我今天来 就是帮忙解决这件事的 师父 今天这事能不能成 就看你留给我的智障符了 咱们先一起找找 边边角角都不要放过 看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藏在暗处 好 接下来是这件 天地行踪 火金灵 曲奇妇媚 射妖密行 奇迹如玉令 林子 你好厉害啊 你们没事吧 差点给我吓尿了 没事没事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 鬼魂吗 差不多 应该是那脏东西催生的怨灵 那邪物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仔细找找 找到了 嗯 这有八匹木吗 你们快来看看 就是这东西 仔细看 八匹小马都沾着血 就这么几个小木雕 能有那么大本事啊 可别小看这东西 木匠这一行门道很多 禁忌也是 有一条规矩 是木匠的工具不能染血 染血即通灵 这八匹小马 被那人用染了血的工具雕刻出来 可以通灵 所以 他们才能在夜间出没 以幻觉的方式出现 扰人心魄 乱人神魂 太吓人了 赶紧把他们丢掉吧 丢掉也没用 必须在大门口烧掉 苏宁啊 这次真是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帮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伯母客气了 那我先走了啊 我还得买菜回去给师傅烧饭呢 没事常来玩 师傅回来了 徒弟 家里来客人了 赶紧七壶茶 哦 马上 这客人怎么看着有些面熟 请 谢谢 晚饭你做了几个菜啊 够不够三个人吃 三菜一汤 可能有点少 我再去加个菜 不用不用 我吃不了多少 那么客气干嘛 我这小徒弟的手艺很不错 想吃什么 你随便点 那 能麻烦你再炖个鸡蛋羹吗 没问题 小时候 奶奶经常给我和姐姐炖很好吃的鸡蛋羹 我还跟她学了做法 希望师傅的这个朋友也能喜欢 哇 怎么样 我这徒弟手艺不比你差吧 嗯 比我好多了 他怎么哭了 快吃吧 菜都要凉了 你一半 我一半 不许抢别人的饭 你是 宁子 这些年来对不起 哎 苏宁 你跟我回来 师傅 这是我的家室 您不要掺和 我没有掺和呀 哪怕你现在不想认她这个姐姐 她也是我的客人 我叫你回来 是因为尊师重道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你小子现在连师傅的客人都不放在眼里 以后还会尊重我 回来 徒弟 你今天去朋友家还顺利吗 按我说的办法 解决那件事没有 解决了 您给的那张符很惯用 宁子 以前的事是姐姐不好 你能不能 别别别 我一个乡下人 可棒不上苏大小姐这种富婆姐姐 你这条命还是童元托我救的呢 这么快就忘了 是我求她的吗 是她自己觉得亏欠了苏家 才出的那几个臭钱 从小我就被村里人笑话是没妈的孩子 是野种 那女人跟了别人不回来也就罢了 可她呢 她身上流着苏家的血 凭什么能像个外人一样抛下我们一走了之 你知道奶奶为你哭成什么样子吗 你知道爸爸一夜间白了多少根头发 银子 我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有你的苦衷 你身不由己 但当时那女人带走的如果是我 我会不顾一切地回到你们身边 苏同渊 别在这里假惺惺地上演苦情戏了 在你心里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钱重要 你不配信苏 晚饭都没吃饱 饿得睡不着 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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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这是 银针 忍着点痛 我帮你压制阴气 圆门 中 玉智 天主 你身上阴气太浓了 平时给我多晒湿太阳 疼啊 你救了孟凡 算是积累了一件功德 比起当初在桃山村为你施针时 你体内的恶灵已经有所减轻 明天跟我去个地方 我找点东西帮你再镇压一下 去哪儿啊 鬼市 师父 这地方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古街吗 鬼市的老板们 也做普通人的生意啊 人家总得在社会上有个正常身份吧 待会一直跟在我身后就行 别多嘴 以免惹出祸端 好的 到了 就是这家 两位要买点什么 我买两位要 菩提心和五子向日葵 来得不巧啊 这两位要本店现在都没有 那什么时候能有 我可以先预定 这两位要极为罕见 快的话也得一年半载 慢则十年八年 说不准啊 两位慢走 欢迎随时再来 师父 菩提心是什么 我只知道菩提子 还有五子向日葵 有这东西吗 向日葵上不都长满了瓜子 五子向日葵上 虽然也长满了瓜子 但瓜子里面全部是空心的 菩提心就是心形的菩提子 它们都是草木果实意变所得 你体内的恶灵 可以用三大制阳之物来压制 菩提心和五子向日葵 天生极阳 若再加上紫金机关 三阳落顶 恶灵就无法经常借阴气 来折磨你了 紫金机关又是什么 也是一味药材 算是吧 走 带你换 要不起 你的牌也太好了 什么臭牌 呦 林丫头来了 你先进去瞧着 我这把牌马上打完 师父 你这是要买古董啊 这里的古董 没一件是真的 傻子才买 灵丫头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嘛 好一阵子没见你了 这都谈上恋爱了 那是我徒弟 搞什么 根骨这么差的徒弟你也收 我收徒弟 只看缘分 缘分到了 别说他根骨差 就是傻子又怎样 你这丫头 是说我家臭小子连傻子都不如呗 哪有 我只是告诉你 我收徒弟的标准 和你家那小子有何关系 我家臭小子到底哪里不好 小伙子头脑聪明体格棒 人长得又帅 还那么崇拜你 他等了三年 你竟然收了别人为徒 这要让他知道 不得伤心死 别废话了 我来买个消息 有关紫禁机关的 这小子身上的鹰气 现在被你用银针强行压制 光靠紫禁机关可不行吧 你若是有菩提心 和五子向日葵的消息 我也一并买下了 大生意啊 稍等 我去查查 师傅 他能一眼看到我体内的状况 也是个高人啊 他和我师门有点渊远 走的是关运之术 关运就是算命吗 不一样 以向算命能看到的 只是人最近一段时间的契运 而关运却能根据你自身所在的契运 推延你的未来 少则三四年 多则十几年 你未来的命运 在关运师的眼中一清二楚 丫头 扑极星和五子向日葵 我没什么消息 但这紫禁机关 倒还真是有点线索 就这里 不过这地方啊 好像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师傅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刘兰芳 你们终于回来了 同渊 我都告诉你要是放在花盆底下了 怎么不先进去呢 你们不在家 我进去也是一个人 还不如在外面等着呢 他怎么又来了 傻站着干嘛 赶紧把东西拎进去啊 还等着你做饭呢 我这就去 同渊 苏宁给你买了双鞋 可好看了 你要不要试试 名字卖给我的吗 在哪 那个粉红色的盒子里就是 我都说了你不缺鞋 苏宁偏要给你买 还说什么这么可爱的造型 肯定适合你穿 有些人啊就是喜欢嘴硬 不带这么胡编乱造的吧 师父 不是你逼着我买东西 还苏同渊人情吗 哇 真的很好看耶 好可爱的兔兔 谢谢你名字 我很喜欢 你别听我师父胡说八道 我可没想那么多 刚才我跟爸通了个电话 他说你不在家 还有点冷清呢 你等会儿别忘了 也给他打个电话 对了 这是我和妈给你的生活费 你收着吧 不必了 给你钱还不要 没有这笔钱 你以为你买得起菩提心 和五子向日葵吗 师父 这两位要很贵吗 这俩东西很稀少的 价钱早就被炒高了 加起来 大概得四五十万吧 这 这么贵啊 拿着吧 宁子 密码是你生日 我走了哈 丫头 最近还好吧 你师父很惦记你 特意让我过来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反正他也不管我的死活 你师父 刀子嘴杜夫心 心里比谁都在乎你 都说 清禾是昆仑的小公主 要我说啊 你才是掌门师兄 最在意的宝贝 可明明就是他把我赶下山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灵师这一行命犯天浅 各造天劫互不相同 而你的姐 是红卵 以八字为羊 孕冲九霄 实属真龙命格 可你偏偏是个女子 女子唯一 是阴阳相冲的女神男命 真龙命格是无法借外物压制的 也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压制住龙氧 只有找到一个真黄命格的男人 与你阴阳调和 才能度过此劫 你今年二十四岁 距离红卵新出 仅剩最后一年 掌门师兄狠心将你赶下山 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你必须得下山求解 道理我都明白 可真黄命格的男人 哪有那么好找 啊 苏家的女人倒是个真黄命格 只可惜她没遇到真龙命格前 就被普通男人破了山 真黄便假缝 浪费了命中气数 而且她是名女子 无法与你阴阳调和 师叔说的是同缘母亲 话说她现在的丈夫陈玄军 也只是个普通人呀 为何她改嫁后却忘了陈家契约 真黄配真龙 这是顺应天命 可将二人的富贵气数 发挥到极致 可她和陈玄军 却并非自重情况 她的真黄命格 早已变为甲锋命格 命中气数 败了大半 而那陈玄军 天生鞋莽命格 正需甲锋命格帮衬 他们二者互惠互利 各取所需 自是平安无事 气数大掌 不说他们了 还是得看你能否找到 真黄命格的男人 要是真找不到 也是命该如此 天意难为 丫头 绝不可轻易放弃 你师父说了 昆仑的未来 还是得靠你啊 我 等等 好像有股不寻常的细细 是黄英之气 附近有真黄命格的人 灵溪 快用九瓜风灵阵 锁住黄英之气 我让有心人推演天机 换了你命中结束 这气息传来的方向 不正是苏宁睡觉的房间吗 这 这怎么可能 别犯呆了丫头 真黄命格究竟有多少人觊觎 你还不清楚吗 再晚一步 你日后想保他都保不住 明白了 我这就去 叶刚 起阵 我准备好了 灵溪 你素素滴血入灵 嗯 所以 这小子究竟是谁 想不到 你家里居然还住了个男人 说来话长 总之 他现在算是我徒弟 你收徒了 收徒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完全没听你说起过呢 他是童渊的弟弟 童渊雇我帮他处理一点小麻烦 收他为徒 仅仅是个幌子罢了 这么说来 他就是苏家那女人的儿子 对 之前我哪知道他身怀真黄命格 若是早知如此 我断然不会让他喊我师父的 哎呀 不碍事不碍事 又不是真正的师徒 算不得什么禁忌 师叔 为什么苏宁的真黄命格 会突然在今天爆发出来 以我的本事 和他相处这么久 居然都没有提前察觉到 现在才过子时不久 如果我所料不错 今天应该是他刚满十八岁的日子 十八为一凯 分两个九 九为一吉 两个九 则为大吉 大吉之后 必将归一 真黄命格落于其身 隐藏十八年后 自是不甘再隐 真黄命格接引天地 所发生的异象 万众瞩目 必会引来众人争夺 因此 直到他能彻底自主隐匿之前 你都必须为其遮掩 嗯 我会的 谁让我摊上了个这么可爱的小徒弟呢 阴阳八卦显神威 弟子今日问前程 愿得天地庇佑 神灵指引迷惊 大师 这次的卦象怎么样 哎 对方身边有高人坐镇 天机遮掩 无法推算出具体位置 你确定那是黄英之气 错不了 虽说推算不出具体位置 但对方显然和我们一样 不曾事先预料 所以才短暂地暴露出了大概范围 是在京都的西南方向 鸿鱼 铜元那边怎么样了 铜元小姐从灵溪大师那边回来之后 并未外出 也无任何意向 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是 冬的十一年 居然还是读书了 我当年就告诉过你了 他能血脉继承真黄命格的几率 不到千万分之一 如今输了也不足为奇 都在老夫意料之中啊 我能血满化交 只差最后一步 只待我成就真龙命格 届时花下大帝将唯我图尊 还睡 真黄一出 也该下山了 我不想下山 山下没意思啊 我就想待在山上 陪着师父每天送金画符 天命气蕴分九斗 真龙真黄各两斗 生于五斗 天下人悉数分之 你天下命格出现 气蕴加深 若不下山争夺 来日岂有你容身之所 那我正好带的盗门 哪都不去 团长 天命气蕴百年已循环 你若不争 还会有盗门存在吗 盗门这数千年来 若无气蕴巩固 哪有今日辉煌 唉 你身为老夫的青传手徒 不主动挑起盗门兴衰 难不成 还指望我这把老骨头 莫要让师父失望 让盗门寒心哪 那我该怎么去针呢 不管是真龙还是真黄 在其命格尚未圆满之前 都只是嗷嗷待不得羔羊 坏其命格 其运自破 师父 你这是让我去害人啊 天命气蕴之争 本就兴风血雨 何来害人之说 你不争 自有旁人去 你不躲 旁人便回来躲你的 大事请杂之下 谁是好人 谁又是坏人 真黄命格出现了 告诉父亲 我今晚就下事 奇怪 怎么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昨晚干嘛呢来着 师叔 我这徒弟别都不说 烧饭做菜的手艺可是一绝 那我待会儿可得好好尝尝了 师父早 您旁边这位是 这是我师叔 静岳长老 你得喊师叔祖 师叔祖好 喊我静岳姑姑就成 师叔祖听着多老气啊 那可不成 会乱了辈分 没乱呀 掌门师兄 视我如昧 又拿你当亲生女儿一样 你喊我师叔 或是姑姑 都是可以的 我喊你姑姑可以 但苏宁是我徒弟 辈分上差一截呢 哎呀 他还不是早晚 都得跟你平辈吗 师叔你别瞎说呀 你俩说什么呢 大人说话 小孩子投听什么 跟你做饭去 喂 林子 现在方便吗 咋了 直接说就行 我个忙趁不着 就十万块钱 啊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出啥事了呀 你可别吓我 我和我朋友来 给一位掌哥 我不小心把一位 大哥的手表给弄坏了 他们现在要我赔十万块 不然就不让我走 哎呀 你说你 地址发我 我马上过去 没想到这么快 就用上了苏同渊 给我的钱 林子 你终于来了 哥们够意思吧 嗯 太感动了 这钱我奔机还你啊 几位大哥 钱在这里 我现在可以走了 吧 等等 我说的是十五万 你只给了十万 这是几个意思啊 几位大哥 钱在这里 我现在可以走了 等等 我说的是十五万 你只给了十万 这是几个意思啊 你 怎么这样 之前说的明明就是十万 你说了吗 什么时候 我有书赔成十万 你问问他们听到了吗 哈哈哈哈 谈好的十五万 变成了十万 忠哥 这小子在跟你耍滑头呢 搞笑 当我们是菜市场卖菜的 想还价就还价呀 别得寸禁止啊 你们 信不信我现在就通知寻谱 到时候你们一分钱都拿不了 莫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敢跟我去张身事 就你还通知寻谱 什么玩意儿 老子再给你十分钟 要么补上那五万块钱 要么老子打断你们的腿 林子 对不住 今天连连你了 你赶紧走吧 我都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拿我怎么样 原来你是不打算给钱了呀 先断一条腿 小菜 什么 怎么回事 我的力气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 你小子疯了 竟然敢对忠哥下黑手 想死是不是 小金 莫凡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别管我 赶紧走 一起上 把他们俩的腿都给我打断 现在是欺人太甚 和你们拼了 你你你你 救命啊 要怪我 你子 你已经没事了 师姐 都是我干的 慢点 慢点 林子 看不出来啊 你身手居然这么厉害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总之 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怎么了这是 还挺热闹 你又是谁啊 赵赵 这小子 这小子仗着自己有点功夫就想赖赵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你胡说 明明是你敲诈我朋友 一开始 说那块手表值十万 我们凑齐十万后又是自大开口 要十五万 然后 还用啤酒瓶把我朋友给砸出血了 他说的都是真的 长少 我女朋友的手表确实要好几万 几万块的事情闹成这样 你可真会给我丢脸了 唐少 我知道错了 这件事是我不对 是我不知分寸 丢了您的脸 好 很好 这才是我的狗 平花 这个管事的看样子还挺迷势力的 我们也救了 你们两个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我的狗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教训 一人掀一只胳膊吧 你 你们 小徒弟 你怎么还没回来呀 小徒弟